金门获得中央配发莫德纳疫苗5040剂 7月2日到4日在金门四座大型接种站和列宇乡卫生所施打 可接种的对象预估是14000人 县长杨振吴一号陆续视察准备作业 呼吁符合资格的乡亲请踊跃地接种 进一步提高疫苗的覆盖率 携手度过这一场拜年一遇的难关 今天我们特地来看我们金湖镇 以及金门其他的大型接种站 这个是为了因应从7月2号 也就是明天开始来施打莫德纳疫苗的准备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个疫苗接种对于整个防疫工作来讲 是最重要的一环 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如果够对整个地区在防疫上面 就会产生很大的保障 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份工作 但是疫苗在施打的过程当中 因为目前国内整体的疫苗的供应量 还不是完全的足够 所以就会有种种的一些条件限制 譬如说适用对象 也譬如说年龄的限制 或者是到货工货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卫生局民政处 以及我们请各乡镇来配合 每一次有机会施打疫苗 都用最高的规格来做好施打疫苗的这个部分 让我们乡镜在施打疫苗的过程非常的顺利 这样子也才能够提高乡镜施打的意愿 这回的莫德纳疫苗接种对象是 65岁以上的长者 原住民身份者是55岁到64岁 县政府在大金门设置金城金湖金沙金宁 四座大型的接种站 小金门领导统一在列宇乡卫生所施打 符合接种对象预估是14000人 杨振武也到现场访试四大乡镇大型接种站的 准备作业 也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防御团队加油打气 从六月二十八号开始 金门地区就已经开放五十岁以上的 这一个乡亲可以施打AZ 大概适用人数会有三万多人 那么这一次莫德纳的部分 因为询问度高 施打医院也高 大概在六十五岁以上的乡亲 可以到我们四大大金门四个乡镇的大型接种站 那小金门则是由卫生所来协助施打 总共的试用对象会有大概一万四千位乡亲左右 那另外属于这一个API或者是孕妇 或者是第九类的重大伤病的这一些乡亲 则是到金门医院去施打 卫生局表示 四大型接种站是金城县力体育馆 金宁中小学体育馆 金湖体育馆和金沙国中体育馆 列与卫生所专折处理 接种之后在现场观察三十分钟 返家之后多多喝水 注意自身健康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